歡迎來到美腿TV 我是李卡拉 李花奈 我的身高是158 體重是46公斤 我的新作是天蠍座 今天要討論的是 六個水果男孩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甘蔗男 就是前陣子有發明的渣男型翁翅 一開始很甜 但吃到最後就只剩渣 然後第二個是龍眼男 就是看他外表就是不討喜 感覺好像不好對付 但是其實他跟他做朋友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對誰都很sweet 那第三個就是鳳梨男 鳳梨男就會想到就是酸 就走勾追突出象牙 講話就酸溜溜的固執 就會傷害別人 然後都是就要叫別人檢討自己 他自己都沒有問題 然後第四個就是芒果男 色側的芒果男 長得很就很猥褻 笑起來更像瘋狂 然後十句話有八九句都是黃色的 那這不是他平常都看什麼 然後芒果男也很硬 他裡頭很硬 然後冰檬男就有點像喝咖啡一樣 一樣就很苦澀 然後洗乾之後你就會享受他甘甜的滋味 然後漸漸的就會依賴他 然後就好像毒品上一樣已經漸掉了 可是呢到後面就是一樣 他是很傷身體的 然後也是後面都是滿滿的渣渣 然後第六個就是榴槤男 那榴槤男的話就是最棒的 嗯就是你看你就覺得他身上有刺嘛 但是你都會發現他後面啊 其實他是非常 果肉是非常相容可口的 非常有內涵有品味的人 他不是不講道理的 對他只是因為他有刺激 只是他保護自己 所以 他就是個 極品 你是哪種水果呢 還是你不是以上的水果 可以留言底下分享喔 掰